请问上师 怎么理解在某些殊胜的日子 做功课功德会倍增 几亿倍 几十亿倍的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是为了鼓励大家 多做功德的方便说 还是确实如此 不是 这个确实是如此 就是有些是 比如说我们以前 也就是像微博呀 通过各种的渠道也讲过 这个书里面也有 灰腾之光的书里面也有 有些是 比如说像十轮金刚 讲的比如说十五三十 尤其是日时月时 这样子的时候 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德 跟人的七脉命点 身体本身的七脉命点 有这个关系 有些这个是在这个十轮金刚 还有密法里面 有非常复杂的解释 因为人体跟外面的宇宙 它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在外面就是发生了日识和约识 这样子的时候 它不简单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填纹的现象 它跟我们的内在的这个身体也有关系 当这个外面发生了日识约识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的人体当中也有通样的东西在发生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心闪的话 那就是有这个功德功德就不一样 作用不一样 它它参生的这个 它参生的这个作用不一样 效果不一样 所以功德大 这是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一些佛的一些 这个节日 佛教的一些节日 因为这个是特殊的日子 特殊日子 所以佛的这个原理 佛加持了这个日子 所以这一天呢 心闪的话也有功德的 造罪 那同样也是也是也是翻北的 这个有这个罪过 所以这两边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 非常严厉的一个时间 所以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一些 比如说特殊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像神堤 这样子的地方 新山 功德大 造罪 那这个罪过也大 时间 时间也是这样子 就在这个时间 造罪和这个新山 它的这个结果都是 比平时不一样 这个时间和低点都有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非常特殊的 这个像佛乡 佛经 这样子的地方 新山 这个功德翻北 遭罪 罪过也会翻北 这个都是跟这些有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